80年代暴力科幻经典电影机器战警 真的重现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地铁站 但真实世界的机器战警 还真的没有您想象中的那样帅气 重达181公斤的巨大机器人战警 加入巡逻纽约地铁的行列 它的身上有四部摄影机 可以录下不同角度的影像 但是无法录下声音 将首先在纽约人潮最汹涌的时报广场 从午夜到早上6点进行巡逻 实行一个小时才9块美金 不到台币300元 比真人警察要便宜太多 而且完全不需要休息时间 但纽约市民看法却是十分两极化 有人认为治安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机器战警监视器 侵犯了市民的隐私 看法十分不同